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等加速度直线运动最常见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自由落体 它是一个在静止的状态之下往下掉 那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 因为重力而所产生的加速度 我们称为重力加速度 而且这个重力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力 又跟运动的方向相同 所以它完全吻合这个等加速度直线运动的一个特性 那因为加速度的方向跟它原本运动的方向是相同的 而这个加速度是每秒平方9.8公尺 就代表它每隔一秒钟 它的速度会增加9.8 所以当它在掉下来的第一秒钟的时候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 9.8乘上1 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达到 9.8公尺 当它掉下来第二个一秒钟 也就是掉下来两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 9.8乘以2 也就是每秒钟的19.6公尺 当它掉下来第三个一秒钟 当它掉下来第三个一秒钟 以后它的速度可以达到 9.8乘以3 可以达到29.4公尺 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 它同样都是一秒钟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它掉下来的距离 虽然是时间都是一秒钟 可是掉下来的距离比呢 可以达到1.3 比5 你就可想而知 它这个速度呢 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自由落体 它现在是静止的状态 那现在这样子掉下来 你可以发现 它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